大家還記得當初紅透半邊天的Flappy Bird嗎? 它的開發商雖然推出了續作,不過好像沒有當初這麼火熱耶! 但是最近國外的實況組可是實況了一款怪怪的高爾夫遊戲Flappy Go!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?趕快來一探究竟吧! 還記得越南獨立開發的遊戲爆紅的Flappy Bird嗎? 遊戲的模仿風格與簡單操作又超級難的玩法 曾經一度創下手機遊戲的傳奇 而今天要介紹的這一款Flappy Go! 風格模仿知名遊戲Flappy Bird 但是本身卻是一款不灰乾的高爾夫球遊戲 玩家將控制一顆長了赤莽的高爾夫球 從輕鬆簡單到有如迷宮般的複雜關卡中想辦法驚動過關 遊戲雖然沒有Flappy Bird困難 但是也讓國外實況主們玩得非常開心 並且支援Game of the Whole 多人模式 增加競技與互動的功能 有興趣的玩家們不妨下載爛玩看看囉!